你們五個 你們五個不能在 為什麼五個不能在 司機到決定地點要準備接客 大家通通上車之後 卻發現怎麼後座四個人 通通肩並肩擠在一起 還有一個小朋友沒有位子坐 乾脆直接坐在另一個小朋友腿上 一二三四個和五個 小孩子 小孩子不是人嗎 司機第一時間就表示強硬態度 就是不能夠超載 可乘客還是質疑認為這樣沒有關係 試圖將兩個孩子當做一個大人來算 前座黑衣男子 還甚至試圖多給一點小費 希望司機通融 卻也被無情拒絕 卻還是硬要搭乘 直接被司機趕下車 所以他們就說別人可以債 為什麼我不能債 別人不怕死 可是我怕死 乘客部門認為有什麼不行 可司機也擔心 超載的話 一旦發生事故 保險不會理賠 加上零減點這麼多 要是一個不注意 就很有可能會中獎 這一罰就是九千塊錢 整天賺來的辛苦錢 一瞬間就都沒了 影片曝光立刻引來不少回應 有人認為做得好 直呼客人會這麼做 就是因為很多違法司機 也有人表示 加錢不坐兩台車的人 真的很多 畢竟不怕一萬 只怕萬一 要是真的發生事故 恐怕不是任何一個人可以承擔 董事新聞賴文如何雲亭新北報導